李隆基经历的这些事比李世民还厉害,所以才叫唐玄宗。 李隆基作为一个皇上,为什么会被后代尊称为唐玄宗因为这个玄字的含义? 咱们大家都是知道了的,那就是包含着一层玄幻的意思。 直到小编读完《楚人祸》的小说之后,才发现李隆基的这个唐玄宗的称号, 称的是《十字明归》下面小编就选取几个玄幻的故事来看看唐玄宗李隆基到底经历了哪些玄幻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来自天上的霓裳与异曲的故事, 其实在说这个故事之前还得先说另外一个故事, 那就是李隆基跟随张国前往广宁观灯的故事, 话说此时的李隆基的朝廷里,除了文武大臣之外由于他自己开始信奉神仙学说, 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不少经与死到的人气, 中有两个人最具代表性一个叫张国。 一个叫叶法善这个张国,就是后来的咱们所熟知的张国老, 只是此时的张国还没有成为八仙之一, 所以还是叫做张国,而另一个叫叶法善的也是一个法术高强的人叶法善和张国。 在李隆基的时期,分别被李隆基称为叶尊师, 和通源先生可见李隆基对待他们是多么的器重, 恰好碰到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叶法善和张国分别通过各自的法术, 带着唐玄宗李隆基分分钟之内有变了西凉和广陵的灯饰, 并唐玄宗对于神仙学说更加深信不以其终究, 讲到了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霓裳语曲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的张国和叶法善, 带着李隆基在天上观看广陵园消灯, 事实下方的百姓以及官员们所听到的天籁之曲。 那么这个霓裳语曲又是怎么来的呢? 对此在书中第八十四回换作戏屏上蝉圈, 小游仙空中音乐,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原来这霓裳语曲呢, 是玄宗于开源之时长梦游乐, 弓箭有仙女数十速炼宽衣环配叮咚歌舞, 于广含宫中声调家妙, 非人是所能有玄宗音问此何去, 为名众女打倒。 第二个就是关于唐玄宗李隆基救了叶法善一命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是法, 生在唐玄宗关灯之前, 李隆基出于好奇心, 向叶法善询问张果的出身以便知, 到这个张果到底是不是神仙, 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神话体系里胡乱暴露, 别人的老底是要受到惩罚的, 所以这个叶法善在说之前先让皇帝保证, 一定要像张果求情这样自己才能复活, 果然在叶法善说出张果是一个混沌, 时期的白蝙蝠经的时候, 吐血而死, 这一晚还真把李隆基吓坏了赶紧轩, 照张果而此时的张果, 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算是给皇帝一个面子, 从而不慌不忙地救活了叶法善这个故事, 虽然只是一个小故事,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叶法善的法术, 不及张果第二点李隆基, 已经经历了常人所经历不到的玄幻的事情, 所以他的后代, 将他的尊称为唐玄宗一点也不理亏谈, 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唐玄宗李隆基, 并不是唐朝皇帝当中第一个经历, 玄幻事情的人他的祖先李世民也经历过一次, 但是李世民的那一次与李隆基的比起来,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因为当时李世民浑游地府的时候, 是属于死亡之后才经历的事情, 虽然说, 后来李世民依靠魏征和崔爷的帮助, 得以死而复生暂必, 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而唐玄宗李隆基则大大的不同, 还活着就经历了这么多玄幻的事情, 从这点来说李隆基的经历, 是不是要比唐太宗李世民要厉害得多?